全世界的爆料革命的戰友們 新中聯邦 我是郭文貴 今天很榮幸在這裡向全世界宣布 我對真相負責 我向全世界報一個影響人類命運 和我們每個人的信息相關 宗教主義我認為在世界上 最後一個圖騰將會消失 就是哈梅內伊即將完蛋 為什麼哈梅內伊先生 這個我跟你無仇無冤 恰恰的你的家族很多都是朋友 但是由於你是人類的公主 由於你和共產黨的這個邪教組織的合作 在世界和平和正義面前 我們要選擇和平和正義 我現在給大家報告的事情 哈梅內伊先生是7月26號的下午 開始心臟心肌炎導致的心臟衰竭的手術 這個手術呢 就要做了整個的要啟動搭桥各種複雜手術 到9月27號早上做了很多小時手術 沒有做完到27號到現在 就是紐約時間一個小時 也就現在爆料 就9月29號的紐約時間 12點到1點期間 他們所有的醫療小組做出了決定 哈梅內伊的心臟不可能恢復 讓大家準備公告死亡後的情況 我可以保證這個消息 在我今天說之前 全世界沒有 包括伊朗人 沒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的詳情 我可以讓大家負責 他只有1%的機會 他能活過來 99%的機會 他會在未來的 不會超過48小時 會宣佈他的死性 最終的 在現場